鼻塞睡不好 怎么办 欧制鼻鼻喷剂 轻轻喷在鼻塞部位 几分钟内迅速解除鼻塞 效果长达12小时 不添加肋固醇 睡得好 精神好 欧制鼻 享受畅快呼吸 很想喝啤酒 我好想吃水蜜桃哦 真的假的 龙泉水蜜桃啤酒 好喝的没话说了吧 有水蜜桃香 也有啤酒香 龙泉水蜜桃啤酒 还有柠檬口味哦 好 欢迎回来 接下来问问各位观众了 您觉得网路的世界都是安全的吗 你觉得你的隐私权 其实都是受到保障的吗 会不会觉得这个电子防盗所 如果突然自动打开 或是电子汽车忽然下车失灵 或者是里面卧室里面的一举一动 其实都被人监控 这些恐怖的事件离你很远吗 其实并不然哦 这些生活上面 你意想不到的事 很可能就会真实的发生了 好 其实我们来看一看呢 这个駭客现在有五大恐怖攻击事件 这恐怕也会造成世界大乱 先来请教下载神吗 这真的有可能吗 其实不要说有没有可能啊 各位仔细想想看 Google最近才并购了一个 机器人的制造公司 那仿生机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它中间包含你现在无人机 美国非常多的作战 都开始使用无人机的时候 你一旦被攻破 它的保安被攻破之后 你可以控制的就是武器 不是我们所想象的一般什么 遥控汽车 没有这回事 它本身就是一个攻击武器 那当你的所有东西 越来越3C化 越来越自动化 越来越互联网化的时候 还记不记得很多人会告诉你说 物联网接下来的商机有多大多大 什么叫物联网 你家的电锅 你家的冷气 你家的电冰箱 你家的热水器 你家的空调 全部可以连上网路 那所以你用手机可以控制这些系统 对 那如果你手机可以控制 我可以控制你手机 我是不是可以控制你房间的温度 对 瞬间上升到30度 我家里的一切全部都被别人给控制了 真的可以被入侵了 那这几项当中 这个宅生你帮我们选一下吧 你觉得哪样最恐怖呢 我觉得比较大的问题是工业设施 面临严峻挑战这件事情 因为过去曾经有一个很神秘的病毒 叫Stynex Stynex不感染任何你所知的任何电脑 它完全没有作用 它只针对某些以15跟45为方式组合的机器 它只控制这种机器 而且在现行的你的列表里面找不到这种机器 最后工程师们一直想要攻破这个病毒 因为没有任何攻击性病毒最恐怖 你不知道它要攻击什么东西 最后才发现它是特别设计出来 这有几万行的程式码 它是特别设计出来攻击伊朗的核废料跟核燃料的离心机 而且这个离心机平常是不对外有连结的 就是我们刚刚讲你有连上无线网路 这是很神秘的 它是特别做了一个针对工程师的笔记型电脑感染的色情类的病毒 然后想说好你感染的功能是电脑 然后只要接上这台离心机 病毒就入侵 病毒只要一发现你的组合 你的机器组合是15跟45 它马上就加速运转 它让你的离心机加速运转最后就爆掉 可是刚刚讲的这个伊朗的核武器 感觉起来还是离我们日常生活有点远 有没有一些实际上的例子 有很简单 我讲明了你要不要坐高铁 坐啊 对那高铁是怎么样子判断它应该停车或是启动的 电脑吗 对所以它不是用眼睛看的 因为速度太快了 那请问我可不可以让你一路不停开进台中站 然后前面其实有一台车 所以说它也可以造成爆炸了 它可以造成各种各样 譬如说刚刚讲的天然气泄漏 它可以从源头端 我直接进入你的电脑加压 造成中间的管线超过压力 然后就爆开来天然气泄漏 那甚至它可以造成所谓的高低压 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会讲说 被载容量 就是在发电高峰跟低谷之间 要保留一些流量避免跳电 那我可以把这个系统改掉 让它的供应电源不足以支撑夏季电量 它就跳电啊 所以说要攻击一个国家 不需要用到武器 其实养几个骇客来入侵也是可以的 对不对 感觉起来真的好恐怖哦 但是呢在发生在你我生活当中 又有什么样恐怖的例子吗 你敢相信你在房间里做什么样的事情 竟然也有人来监控 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 一个二十岁的女生 在浴室泡澡的时候 她开着笔电来看电影 万万没有想到 这个电脑的镜头竟然是自动开启了 他在洗澡 这个笔电的镜头竟然开了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 我想应该要这么说 骇客如果不是你在洗澡 他平常开你笔电干什么 那他怎么晓得他在洗澡呢 很简单 因为这是一个简单的邮件病毒 就是你今天在下载了这个邮件 跟LINE最近常用的方式一样 说好久不见啊 上次拍照 你看你好好笑 好这有一个连结 你点进去了 电脑就在幕后 自动帮你下载了一个病毒 这个病毒的功用 是在你不注意的时候 开启你的笔记型电脑的摄影机 所以这唯一的方法 是请各位开笔记型电脑的时候 请你注意那个绿灯有没有亮 因为一般来讲 我们那个绿灯 就是在萤幕上方的这个摄影机 一般是不开的 除非你打开跟人家做视讯 那如果平常开了 那你就知道完蛋了 而且还没完 当你被人家偷拍之后 他甚至叫你就是性怒 Six Slate 什么意思啊 因为我拍你裸照对不对 你拿这个威胁你 对 你如果不再给我拍 或是你不会钱给我 我就让你放上网路 让全宇宙的人看 那这个比李宗瑞还要坏 对啊 这已经是衍生成一些社会的事件了嘛 好那看完这些社会事件以后 其实大家也很好奇啦 Z9本身是工程师嘛 对不对 那有没有一些公司行号 其实也有类似这种案例呢 要防间谍的案例呢 其实我们不要讲笔记 我们讲最常用的手机简讯 我们现在传简讯都用什么 用很多啊 用一些通讯软体啊 通讯软体其实我们以前在公司用的时候 其实用MSN或者微软一些套装软体 但是现在因为LINE 或者是微信的发达 其实大家都用这些东西来代替 对啊 就不用钱传的很方便啊 对 但是其实去年就传出 H公司就是有接获线报 说这个通讯软体 其实有在接收他们这些讯息 要把这些讯息泄露给对手的公司这样子 所以是有偷偷在收集工程师的讯息 那不是就跟公司的机密有关 对啊 所以工程业界就是去年有传说 我们禁用这个东西 在做公司的一些讯息的传递 所以工程师就很小心 我们尽量不要用这种东西去传 就是在公司就有公司的自己的软体 OK 那其实WeChat是不是也有类似的问题呢 我想这一类的中国的通讯软体 很多人包含当年可能大家不知道 Skype甚至有中国版跟国际版 那许多网友怀疑中国版里面是不是有后门 那WeChat这一类刚刚就更不用讲了 因为它完全就是在中国运营的一个产品 那你说老实话嘛 你在中国运营上级跟你要资料 你给不给 给啊 对啊 那你想不想资料也给别人呢 如果你不想 建议你不要用这一类的产品 OK 所以说还是自身也要有一点点提高警觉了 整个我们看到呢 其实手机软体有 但是手机的SIM卡 是不是也有可能成为人家犯罪的工具呢 对啊 现在其实技术甚至进不到SIM卡 它只要用电信商发一封简讯给你 你的SIM卡其实就会被入侵 所以会把你手机里面的资料传到远端去 这样整个盗用 哇 所以说就由电信商啊 它是发一个假的讯息 对 发一个假的讯息让你去按 或者是其实你可以不用按 因为电信商有些 简讯是自动认证的 所以它其实用电信商的方式 就是直接把你手机的SIM卡入侵 但其实我觉得是很高阶的一个技术 一般人其实不用太担心 因为我们不是有什么达官闲要 对啊 我都想谁要发给我啊 这其实是那种高官闲要 要担心的一些事情 但是其实这背后引申了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其实我们的一些隐私的安全 全部都已经是被监控了 对不对 对啊 其实甚至现在Google Google它的社群网站Google Plus 它其实它现在有一个广告说 它可以用你的动态去做一个广告 它直接用你平常在发的动态说 我今天觉得比如说这个手机好 它用你这句话去做一个广告 就是直接用你的东西去做宣传 所以感觉起来隐私都没有啦 我直接补充一个东西 你以为Google最简单的服务没有这样的差别 我告诉你我跟你之间 即使不登入任何的账户搜寻Google 它同时用56种特征来判断你搜寻的结果 什么该排前面什么该排后面 所以你不要谈隐私了 这世界上没有隐私 你只是穿的衣服多跟穿的少而已 哈啊 那所以说全民监控现在就已经是发生了 是 怎么样说 有没有一些例子 很简单 我这样讲好了 你的 你以为你手机中了病毒 单纯只是中了病毒 不对 请问你手机现在有没有GPS 有啊 所以我可以知道你在哪里 对不对 请问你里面有没有绑Visa卡 或是绑其他的credit卡 我有耶 那所以我也掌控了你的 这些信用卡的消费进入 好 请问他有没有绑你的粉丝团 有 我这只手机里面有我粉丝团所有账号密码 跟所有的资料 所以当你的这一只手机被病毒入侵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参加过一个中国的安全演示大会 来做demo给大家看 就是现场他只要传一个简讯给你 你点了 你所有的通讯会同时被发到第三方的机器上面留存 包含他